然后接下来呢是做一个那个特殊页面 就是比如登录页啊 我们去呢临时关闭这个模板布局 所以我们带大家来整合一下那个登录页面 要用到临时关闭模板布局的时候呢 我们主要是需要在控制器囊中 结合着这么一行代码 就是调用控制器本身的 Dolus的一个微右属性 再调用一个Ngin的属性 再调用一个Neout的方法 传一个Force去临时关闭这个模板布局 那像我们现在呢就以登录页面为例 但后面还有呢这个注册页面也是需要这么做 他们呢是没有这个公共的代码 所以他不需要用到布局文件 像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登录注册 他们就没有这些公共的这些代码 那首先这些页面呢 我以登录页为例的话 首先是模板整合 所以我决定一下它放在哪个控制器哪个方法 我去创建出来 PP-Sync Make Ctrl的 我放在前台的前台模块 控制器呢我就叫做一个Nobain控制器 我创建一个没有方法的 没有自带方法的控制器 加一个GunGoplin 创建好之后呢 找到这个Nobain.pp 里面加一个方法 登录的Nobain方法 然后return view 渲染模板 那然后呢渲染模板的时候呢 注意呢 它是没有用到布局文件的 所以呢 加一行 临时关闭 模板布局 用到Dolades 这个时候也注意 这个Nobain控制器 一定要继承这个复雷的 继承Sync下的Ctrl的 否则你用Dolades呢 是找不到这个属性的 这个View 是找不到的 然后这个属性 它上面存的呢 其实就是一个视图内的一个对象 它在复雷控制器里边 往这个Dolades的View这个属性下 它是呢去溜了一个 那个View那么一个视图内的 然后得到一个视图的对象 在视图对象里边呢 它又有一个那个Engine的这么一个属性 视图内里边有这么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它存的又是一个对象 是一个模板引擎的一个对象 这个Engine就是引擎的意思 那这个引擎的这个对象里边呢 它就有一个方法 叫做Nayout这么一个方法 Post 就关闭了我们的模板布局 然后再去整合这个页面 到View目的下呢 创建一个子目录 我们叫做NogIn 再把我的登录的页面呢 放进去 拿过来到项目目录 Application 后面下的View下的NogIn 再去修改一下页面 页面上的精彩资源路线 CSS到Static到Home下的到CSS 然后GS替换掉 再呢这个图片 MG替换掉 然后再去访问一下 这个登录页面 我们前台呢 没有带大家去做那个路由 所以我们前台我是 客战我也是不会去写那个路由的 不用写路由 我们按照默认的访问方式 直接访问就行 那就访问到呢 Home下的这个NogIn控制器的 NogIn方法 那页面正常的就没问题 刷新一下 页面正常的没问题 像这种提示不用管它 这是提示我们那个页面的 有个密码输入框 如果说呢到这里 如果还是显示呢 有那个公共的这部分代码的话 比如有这个头部的 你的登录页面也看到它了 然后呢你加上这一行代码呢 发现效果也不对 加上这行代码了 你发现效果还是不对 那就删缓存 所以它通常都是缓存的问题 这是登录页面呢 一个临时关闭模板布局 这么一个处理